最近很热的新股,即是时代天使,明天就挂牌了 看到出了上限定价173元,都是预期之内 因为实在太热了,太多人认够了 先报一报数,因为公开招股的部分 公开发售的部分,公布了有79万人认够 超额认够超过了2000倍 是计计乐威健康之后,今年超额认够倍数第二多的新股 冻结资金达到6000亿元 有49万人买一手 所以一手中签率只有1.5% 要认够大约2600万元入股的金额 才能找到一手 Permis,你预计这种热烈的新股 你觉得明天的升幅大概有多少 我之前去招股时,来做分析时 预计上市初期应该可以大约25% 如果用一个上限价来上市时 目标价是大约217元 但现在看到一个场外的暗盘的反应相当刺热 所以不排除今天暗盘开出时,也有升到五成的效果 但这个前提是要去看今天港股的表现 如果今天港股,以恒指来说 都升到8.5点或200点 这个那么利好的气氛 我觉得对于时代天市有偶盘的表现 就会相对上是好一点的 但到了明天时,如果一开出来 都仍然是维持了五成以上的高于上市价格的状况 我觉得有货的投资者先沽了 就会适合一些 因为今个星期的市况 我自己看是倾向上落市的机会比较大 所以不排除也会影响股价表现 因为我们之前去看的时候 可能市场上都对于京东物流的股价表现 都会倾向乐观一点 之前可能看50元、52元的位置 但谁不知它都是48元左右 已经是回调了 不排除可能时代天市都会有这个情况 所以如果你想入市的时候 我自己就觉得尽量在低于200元 才去考虑就会比较适合 简单地概括一下Thomas的策略 就是如果幸运地抽到的 第一天最好就看到 例如升到什么水平就放了它 你会看到 你估计会升到五成左右 但是去到什么水平 需要到五成才放呢? 其实四成和五成的分别 都未必真的那么大 四成的话都已经去到242元 五成就升到250元的位置 大体上来说 如果你看到价格在240-250元之间 作为一些短炒部署 我觉得这个位置来说 先沽货就会比较适合 当然如果按照市占来作为一个参考 可能某程度上 它在份价方面 都是投过一二位的位置 你看到隐形矫形的前景 的话可以决定位置 也无所谓 视乎大家的策略安排如何